在59頁跟60頁 我有兩個練習 有兩個練習 你可以用自己的 也可以用我的都沒關係 那 比如說我們先看那個60頁好了 60頁這個 60頁這個 我想要做這個 一場國際性排球比賽 終於 昨天也有同學 喜歡排球的對不對 排球比賽 我跟你講 跟你講喔 有時候要生成國際有點困難 因為牽制到政治議題 有時候他不會讓你生成 這個是真的 所以沒關係 那你看 我要的情境是這個對不對 所以我就把這個複製起來 好 那我就 複製 然後呢你來這邊 我這邊已經是不是有先幾個提示詞給你了 你就先點 主題 我就先點一下 有沒有開始他就 準備跟你講了 啊你的主題可以是什麼 有沒有一樣 提供幾個 Sample給你 給你 思考一下 所以如果你沒有想法的 你可以用他 有想法的 你就直接把你的想法丟給他 這樣就好了 這樣子就跟昨天一樣了 只不過這次回答的是九個題目 九個部分這樣子 然後你看 他 就幫我們想到 ㄟ 既然你要做這個比賽 那你可能 幫我想一下裡面的人物跟角色要包括哪些人 我們昨天 是不是也可以怎麼樣 請問 是單選題嗎 不是喔 你可不可以 兩個 三個 是不是都可以 好就看你想要 哪幾個 你要四個我也不反對 我們就把它 複製起來 然後呢 告訴他 好就是這幾個 因為我在設計的時候有告訴他 要等你回答之後才可以問下一題 所以 你如果沒有這樣講 他會一次就做完喔 這樣對大家來講就沒有意義了啦 就是要讓你動動腦筋啦 你看 然後呢有什麼事件 你可以用我剛剛的情境告訴他 也可以用他給你的 比如說我剛剛已經跟他講的 我現在要的就是那個 比賽的 狀況 對不對 在這裡 阿捏 我就告訴他我現在的情境是這樣子 好那個動作囉 有沒有他就根據這個足球的 排球的這個 情境 給你很多 因為 有些時候我們真的沒有想到 可是如果你可以的話 那你就 對對對 自己 來 所以你看你可以選這個啦 然後也可以 加這個 對不對 那 如果你要特別強調國旗在這邊也可以 有沒有 可以像這樣子 那我現在先用這兩個 好 這兩個 所以說真的 這個 就是要動動腦筋 思考一下 你看 最怕的是大家不動腦筋 好然後一樣他就問你場景在哪裡 場景當然我們就在排球的 你也可以選擇 就是直接給他地標也可以 好比如說我在東京哪一個球場 那至於說能不能真的呈現那個就 就看他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自立 全景 這樣你有感受到他就是一個一個問你吧 對不對 你可以當深潤題 你也可以當層次選擇題 都很好 好 那我來看一下這個 控球的 特寫 對 所以這樣可以比較輔助大家 就是 比較快的 去深層 你想要的這種主題 好那我這邊我就選擇這個比較鮮 鮮艷明亮的顏色 其實 一樣都有給你那些提示詞 你會比較清楚說 這個配色是什麼樣的概念 那這樣你來選 就會比較OK 好你要寫實的 我們要寫實風格的 動漫的好了 動漫風格 你也可以把兩個風格加在一起喔 不是不行喔 好渲染技術 OK 那我用Vray的好了 這樣我們就完成了 那你就可以把 你的這個提示詞帶到哪裡 帶到我們的 那個 Copilot 好你去深層 這樣也可以 所以我就把這個 把它複製起來 我跟各位一樣我就拿到這邊來 讓他去深層 那我也同步比較一下喔 就在這邊直接深層這張圖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不一樣 有了 你看我這邊已經做好了 今天感覺 大家都睡得比較晚 所以網路比較順 有沒有 來你看一下 效果還不錯嗎 事實上你也可以指定哪一隊穿什麼衣服 像這個 跑到人家對面來打就不太對 對吧 對不對 啊所以像這個啊你就可以把它換成 別的衣服啦 然後另外像這邊 這個還好 這裡有兩顆球 有沒有發現 那你就可能 可以像我們剛剛一樣 不管你用Canva的還是用那個 口拍的內建 那個什麼 ChipG內建的 有沒有有時候他就會像這樣會有兩顆球啊 對啊我就會需要去把它移除啊 好那我們看ChipG深層的 也還不錯 真的你看 有國旗 有國旗 光芒不太對 但是至少有 看得出來是台灣 這樣可以 所以你透過像這樣的方式啊 其實 就是可以稍微 讓 你如果 比較沒有什麼概念的時候 可以稍微比較快的去完成 等等 好 來